高雄日僑学校欢庆50周年校庆 副市长叶匡时受邀道场祝贺 叶副市长表示 日僑学校带来日本传统优良文化 在教学之余也促进台日文化交流 成为最佳桥梁 增计台日彼此的信任 希望未来能够更加坚固台日友谊 在中学部学生的太古生中 揭开高雄日僑学校校庆的序幕 副市长叶匡时受邀道场祝贺 称在日僑学校是台日交流的最佳桥梁 这个半个世纪以来 高雄日本人学校秉持着日本文化的优良传统 在高雄市稳定的耕耘 为高雄和日本之间搭起了一座 沟通交流的友好桥梁 高雄日僑学校是昭和44年1969年成立 历经昭和20年和平成30年的岁月 叶副市长表示 面对世界多元文化交流 感谢日僑学校带来日本优良传统文化 也拓展台日学生的国际视野 在这个充满多元文化色彩的世界中 高雄日本人学校的存在增进了台日文化和语言的交流互动 透过双方的相互理解与欣赏 拓展了彼此的国际视野和国际观 高雄日僑学校校长也感谢创校时高雄地方人士给予的支援 让学校历经少子化和校舍迁移租借的问题 叶副市长则感谢学校用心经营 未来台日友谊能够更坚固 期盼贵校未来持续与本市学校进行教育交流 让两国学子在多元互动中促进彼此间相互信任 也更加巩固两国之间的情谊 高雄日僑学校是成租中正国小的移动校舍 平时台日学生就有很多互动交流的机会 彼此学习中文和日文 齐聚成为国际人才 记者黄俊怀 赖长帮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赖长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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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长